觀塘區議會平石選區補選 由民建聯候選人陳俊傑 以2,258票擊敗1,198票的 社民連梁國雄當選區議員 當選舉主任宣布陳俊傑當選 支持他的街坊都很興奮 陳俊傑的父親是現任立法會議員陳鑑林 他也有道祥祝賀兒子當選 陳俊傑在場有一批社民連成員 詳細上只有巴巴好 諷刺陳俊傑靠負任才當選 而陳俊傑並沒有發現就離開 諾巴吉梁國雄說感謝泛民主派選民支持 又認為能夠在對手手上搶到500多票 證明陳鑑林子他在立法會上拉布 不得人心是錯的 很明顯的一個倒退 第二就是這個特區政府說這個拉布 是不得人心的 那我是就這樣走下來這個選區而已 那我就留在選區前後不會超過15個小時 我今天都去了六四的遊客 我在這裡多謝泛民主派的選民 也都證明了陳鑑林指責我 是拉布不得人心是錯的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華說 全日有3483人投票 投票率達到44.77% 而無效的選票一共有24張 全日一共接獲十宗的投訴 主要是針對選舉廣告和拉票活動 今次的補選是因為前區議員陳百里 獲委任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政治助理 而出現空缺 香港天樂記者文 家後報道 總之所詞